男子来到辅大捷运站柜台 和占务人员比手画脚 讲来讲去就是想领走 一世的皮夹 不过他根本不是施主 只是来诈领一世物 为了取得捷运站人员的信任 他同样也出示自己的身份证件 甚至还签下窃捷书挂宝证 白纸上写下 如果有问题会负起全部责任 但他拿了皮夹和钱 人就躲了起来 一直到真正的施主出现 整件事情才被揭发 以前就是到每个捷运站的询问处 然后他就指明说黑色皮夹 然后没有证件的黑色皮夹 他就以乱枪打扰的方式 警方调查这名27岁的李系男子 专条没有证件的皮夹下手 从去年7月到今年4月 9个月下来至少冒领7次 还夸张到会先打电话到柜台询问 来看一下是这个吗 根据统计在捷运上的一世物 大约只有4成会被领回 没想到会有嫌犯投机取消炸礼 日前还有一名无姓男子 冒领了14项物品 北街为了防范类似情况 也更改了领一世物的方式 民众要自己主动提供 一世物的样式 颜色和一世地点 答对问题才能领取 这回27岁的李系男子 平日游手好闲 居无定所 缺钱就把歪脑筋冻到一世物上 北街也小心防范 不再让有心之人有机可乘 记者黄家伟 刘锦 新北市报道